这次数研究报告是全球数研究的中国部分 专家组得出了以下结论 蝙蝠和穿上甲发现的与新冠病毒关系最密切的冠状病毒 就是在蝙蝠和穿上甲里面发现的一些冠状病毒 从序列来看是跟新冠病毒同样性最高的 但是这些病毒仍然不足以证明它是新冠病毒的直接主线 尽管这通缘性很高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联合专家组最终确定了病毒出现途径的这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说人需共放病直接溢出 是可能到比较可能 就人需共放 这个直接溢出 也就是从这个动物宿主直接溢出到人 这种可能性是可能到比较可能 然后这个通过中间宿主引入 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 这通说一点讲就是从自然宿主 从这个动物的自然宿主 病毒的自然宿主是动物 某种动物 从这个动物通过中间宿主 再过渡到人身上 这个是可能 这个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 第三种是通过冷链 冷链传入 大家知道 在去年我们各地的一些散发疫情中 都陆续的发现冷链传播 是有可能引入病毒的 所以这个是认为这个是可能的 最后一个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 这个实验室引入 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 那个英文的表示 是要做extremely impossible 是这么一个研究的这个结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